昨日,一段TST将太显在夜店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开来,引发热议 在视频中显示,太显在夜店拿着啤酒跳舞,更有老保女般的行为 而且发现自己被拍到后,仍然若无其事地跳 据粉丝称,这是在粉丝签售会之后,直接去了夜店 而且在第二天飞美国的机场中,累到连招呼都没打 且当天晚上,前辈盛宽和队友秀斌还在直播中给太显打电话 他并没有接通,现在看来种种细节交织,真的让粉丝非常失望 爱豆区夜店蹦迪没有问题,但左拥右抱美女的行为却是离谱 对此更有外网爆料,春朋友在夜店见过太显 被路人认出后,却否认自己是江太显 表示,自己是高丽大,食品功课的江武显 撒这种谎,难道别人真的会信吗? 对比前一天江太显和崔然俊刚在前辈苏嘎的节目中 表示一心为了登顶在奴隶,对这个目标充满了热情的言论 人设崩塌得太严重 尤其是在事业的上升期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,更是对队友的不负责任 对此,大家对于上升期爱豆出这种事情有什么看法吗? 欢迎留言 爱豆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